被一亿密封折到是傻感觉 艾特一个冤种朋友 进来学习一下 黑妹会用她的亲身经历告诉你 这天她刚上公交 背后就跟上来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 她站到黑妹的身后 手里拿着一个大包 随后她打量拥挤的人群 和里头的小伙伴 确认过眼神 黑妹感觉气氛变了 只见男人伸手从包里拿东西 黑妹警惕地往后退 却发现男人拿出的是音响 音乐生气 四周立马嗨了起来 原来这些人是快闪足了 黑妹傻眼了 可不等她多想 舞动的人群不停挤占着黑妹的空间 很快便让她消失在其中 等到车子到站 快闪足们都一窝蜂递下了车 司机却发现了不对劲 他走到车厢中断 发现黑妹正躺在那里 脸已经肿成了白妹 尼克警官协同搭档迅速出警 经过初步勘察 尼克在黑妹后搏上 发现了一个真恐 随后尼克把尸体交给了反应 经鉴定 黑妹死于疯毒 身体产生过敏反应 但诡异的是 一次风折最多释放0.1毫克风毒 而黑妹体内却有足足50毫克 也就是说 黑妹至少要轮番挑战500只蜜蜂 才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这显然不合常理 结合尼克发现的真恐 他们怀疑 是凶手通过针管 给黑妹注射的风毒 尼克找出公交上的录像 试图找出凶手 这才发现凶手的思想缜密 他混在快闪足中 趁乱把黑妹拱到了监视之外 无法从中确定具体的凶手 尼克只好让搭档 通知乘客都来警局一趟 然后尼克又来到律师楼 因为黑妹是一名律师 他怀疑 黑妹办了冤假错案 所以才招人记恨 然而闺蜜失口否认 说一切都对得起天地良心 尼克察觉其中有古怪 并没有追问 随后他来到 当地著名的养蜂人家 要制作风毒 他的嫌疑无疑是最大的 可是养蜂人却表示 自己有不在场证明 不仅如此 经过鉴定发现 黑妹身上的风毒 还有一种未知的物质 暂时无法得知成分 这让两名警察都惊掉下巴 事情的走向越发诡异 他们先行返回警局 这里已经人山人海 全是当时的乘客 尼克逐个提审 但这些人都表示 他们和其他人互不相识 仅仅是通过一条博客 聚到一起举行了这次快赏活动 然而尼克还是从中发现了端倪 他们的证词 几乎一模一样 明显有穿共的嫌疑 因为手法太过拙劣 所以尼克留下其中一名快赏族 再次审问后 尼克提出想看那条活动博客 快闪足马上慌了 以隐私为由拒绝了尼克 这恰如尼克所料 他继续施压 可下一秒 男人是一头蜜蜂怪 尼克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又发现一头蜜蜂怪 这一刻尼克才知道 自己已经被他们包围了 同时他也明白 这次的案件 是怪物有预谋的团伙作案 尼克为了调查真相 选择放走两头蜜蜂怪 一路尾随来到一家造纸厂 这间厂子布满蜘蛛网 早已倒闭 尼克透过机器间的缝隙 偷窥到两个男人 正在和一个女人对话 不过尼克看不到脸 就在这时 周边开始嗡嗡作响 上百只蜜蜂 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 吓得尼克带着搭档赶紧逃跑 逃进工作间 把门锁上 这才将蜜蜂挡在窗外 可随即蜜蜂又整齐地离开 似乎是听从了幕后主使的命令 这时尼克还不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他带搭档回家治疗 然后独自加班 查阅其祖传的格林百科全书 这才知道这种怪物 叫做人蜂 他们有一种死敌 叫女巫 继续翻看又发现 想要辨别女巫 可以从舌头入手 他们那里都有一个应景 尼克找到新的线索 马上致电狼叔埃迪 他们一起在深夜来到工厂 找到今早人蜂留下的脚印 靠着狼叔的一双敏锐的鼻子 追踪到社长办公室 找到了社长的名住址 随后两人来到社长的大豪宅 里面早已荒废 一进门 尼克就发现地上 有一堆蜜蜂的尸体 天花板上 还在滴落一些液体 尼克循着楼梯 找到天花板上层的房间 就在里头 看到密密麻麻的蜂巢 原来那些液体是蜂蜜 吓得狼叔口水都流出来了 次日 警察封锁了豪宅 经过专家鉴定 蜂蜜的成分 与黑妹身上的蜂毒吻合 工厂社长成为了最大的嫌疑人 尼克猜测 工厂倒闭可能和律师楼有关 所以黑妹遭到了报复 紧接着尼克又收到通知 在公园又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等他赶到现场 果然死者的脸已经被折成猪头 而他的身份 恰是黑妹的闺蜜 现在律师楼海里有一名律师 尼克赶紧派人 将这名律师保护性监禁起来 但当他看到幸存者的模样时 他立刻傻作了 因为这个女人他认识 也是怪物 而且就是人风的死敌女巫 尼克瞬间明白 这可能不仅是工厂之间的争端 还是种族之间的厮杀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 尼克来到太平间 推出了两具尸体 尼克夹起刚切下来的舌头 凑到眼前仔细端详 果然发现了一枚印记 这是女巫特有的标记 果然两场谋杀并不简单 尼克找到最后一名女巫 向他发起追问 谁知他还在装可怜 不肯说出内情 尼克话里有话 而他对被害人严苛的审问 引起了搭档的怀疑 他把尼克拉出去弹了起来 告诉他当务之急 是找到凶手 而不是私情怀疑被害人 尼克只好压住自己的胡思乱想 提出一个办法 他们可以用女巫当诱 把人风引出来 说干就干 尼克把一只人风带回警局 又开始了审问 言语中不经意透露了 最后一名女巫的行踪 然后又假装大力 给人风留下了手机 果然 人风很快就憋不住了 他抓起手机 给风后发送消息 随后警察对女巫的保护 有名理转为暗中 风后果然重警 寻着警察故意留下的破绽 找到了女巫家 他打开车厢 成蹲的蜜蜂 从里面飞了出来 另一边 尼克的搭档在洗手间 发现了几只蜜蜂 等他来到窗口 蜜蜂已经通过窗门缝 渗透了进来 还在客厅等着的女巫 一转身 天都已经完全黑了 女巫看着这副光景 终于知道自己惹了不该惹的人 等尼克和搭档解决掉洗手间的蜜蜂 在返回客厅时 女巫已经失踪 尼克和搭档分头行动 到电梯和楼梯口 试图堵住凶手 尼克一路追踪到地下一层 里面无数蜜蜂飞舞 风后也在此地恭候多事 但他并没有招呼兄弟向尼克下手 而是告诉他 人风一族是尼克的盟友 之所以要杀女巫 是因为这是邪恶的种族 防止他们伤害尼克一家 但尼克作为警察 并不认为这是他们杀人的免罪书 可风后已经抓到女巫 要将毒针扎进女巫的脖子 女巫誓死挣扎 他们扭打在一起 而尼克被风群阻挡 不知是否该绝入 他们种族之间的纷争 就在这时 尼克的搭档赶到 身为犯人警察 他不清楚内情 赶上去就要救人 然而女巫怎么可能让人阻止他 就要反手扎死搭档 尼克只能开枪 无奈打死风后 风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告诫尼克 一定要小心女巫和他的同伙 说完就弃绝倒地 而女巫却露出了得意的效果 影片是美剧 格林 第一季第三集 大家如果对这个系列感兴趣 还请给沙僧点个赞和关注 方便收看全系列